中国王一听极了 我接着拉 我接着拉 那么这个江泰宫哈哈一笑 说算了大王 天意如此 再拉也没用 这个民间的故事传说 它是有点史实的影子 当然它是为了印证 周朝的天下八百年 后人想不明白 因为说不长不短八百年 但一定是拉江泰宫的时候没拉够 就这么一个说法 后来这个江泰宫 辅佐文王 兴邦立国 还帮助文王的儿子武王 灭了上朝 而他自己也功成名秀 怎么功成名秀呢 他就被周武王封在哪里 他叫封在齐 战国齐兄 秦楚齐燕 韩卫兆 他就是第一代齐国的国君 所以齐国的国君都姓江 都是江泰宫的后裔 周武王做好了一切准备 就准备继承乃父的遗志 继承周文王的遗志 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 加紧落实 他首先在梦京 也就是今天河南梦京的东北 与诸侯结盟 他去开会 他把那些对商座王都很反感的诸侯叫起来 向昭哥 也就是商朝的国度 派出建联 准备 四击 起病 当时这个周王 我们也说 周王不是个窝囊匪 那商座王也不是个窝囊匪 他已经觉察到周人 对自己形成的威胁太大 所以他决定 对周用病 他准备先下手围墙的商座王 然而 国运要完 你作恶多端 救不了 正好他想用兵的时候 东夷反叛 周国在西北 他准备朝西北用兵的时候 自己的东南方 东夷 就是我老家那一代了 江浙那一代了 或者山东南部 东夷反叛 那这个更急 公开反叛了 周武王还没共开反叛呢 所以商座王 只能派兵 先去全力 通灭东夷的反叛 这么一弄造成什么 造成西北面 兵力空缺 防周防不住了 与此同时 他又干了好多傻事 我们讲过的 把笔干给杀了呀 抛他的心啊 逼走这些大臣啊 他已经到了 众叛亲疑 四面楚歌的境地 于是周武王就向诸侯 发出号召 应有重罪 不可不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